忘了没想到,原来国族的镜头竟然是贵州村超 只因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农村足球赛事 竟然出现了世界足弹巨星的身影 先是有内玛尔的招牌动作踩无过人 再有斯洛的电梯球破门 后有进去前副克名系一条五名场面 转足了观众球迷的眼球 不仅如此,下什么大角度圆圆弯刀 脚后奔破门,投球破门,倒挂惊动,超远世界波 这些贵州球员也是脚道情爱 这些是操作看的网友们是热血沸腾 大家也纷纷发出港态 国族这段天天吃海誓的果然大不过吃着耳根的 而且,孙超这些名场面也把外国网友给看傻了 中国明明高手如鱼 却偏偏挑了几个最不会踢的去参加比赛 这不是纯粹侮辱我们吗 与此同时,孙超由于球技太好 还把自己踢上热搜 现场观众达到了五万人 线上观看人数都是通货了五千万 就连央视解说员都提着塑料袋打到了这里 忍不住发出港态 随着孙超的报告 不带有中国外交部华春莹和中国驻外使馆过来点赞 国际球星欧文也发来了特点 就连香港明星队也准备前来踢的 卫教的朋友,你们好 我也曾法详 听说追见你们的猪球,好厉害 等你懂 我带我的球队上来,给你们订一遍 谁能想到这个美人只凑二十块的农村赛事会举办得如此火棒